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說一個被靠在床上的故事 這天男主角帶著他老婆就是女主角 準備去他們的荒野別墅玩刺激的性愛遊戲 來到別墅後 女主角就穿上他新買的情趣內衣 私下衣服吊牌放在床頭架上 然後再大自行躺好讓男主角用手銬 將他雙手分別鎖在床頭兩側的柱子上 不過女主角其實沒有想要玩這種性愛遊戲啦 可是沒辦法 男主角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興趣跟他交配了 再這樣下去男主角打算離婚耶 所以女主角為了挽回這段智障婚姻 才答應男主角的提議 玩看看假強姦的性愛遊戲 也許能激起男主角想跟女主角交配的念頭 接著男主角吃了壯陽藥喝了杯水後 就把水杯放在床頭架上 然後開始激烈的強姦女主角 看女主角被弄得很痛 生氣的踹開男主角說他不想玩樂 他以為男主角只是想培養強姦的氣氛而已 沒想到是玩真實強姦遊戲啊神經病啊 那男主角被踹得很痛 也生氣的說是你自己願意嘗試的耶 踹殺小啊 忽然 男主角就心臟病發的死了 很突然吧 但沒開玩笑啊他真的死了 嚇得女主角一個大驚蟲 找到晚失色的 用腳把死在他身上的男主角舉起來 叫他醒醒別搞笑啊 要死也先幫我解開手銬好嗎 忽然女主角的腳抖了一下 沒舉穩男主角 害男主角滾到地上摔的頭破血流 死的更徹底了 嚇得女主角又開始一直叫破喉嚨 但都沒人來救他 這裡荒郊野外的沒半個人 但狗卻來了一隻 他一來就自我介紹的說 我叫大魔王 你們家門沒關 所以我快餓死了 只好來吃男主角屍體 讓他決定自己也要努力求生才行 可不能在這杯靠到死啊 於是他開始嘗試 用腳夾右邊櫃子上的手機 想打電話找人求救 結果腿太短夾不到 可惜啊 要是腿長的話 這故事很快就能結束了 但女主角沒放棄 他又經過了幾小時的思考 終於想到床頭架上 有一杯男主角死前放的水 於是他舉手 將床頭架的架板弄成傾斜 讓水杯滑向右側 再用他的右手 順利將水杯拿起來 開心的準備喝水 他都快渴死了 別幹 結果他忽然想到自己的手就被靠在床頭兩側的柱子上了 沒辦法將水杯拿到嘴巴前是要怎麼喝水啦 還好他忽然又想到一招 真的是挺聰明的招式 就是用左手拿起剛剛他撕下來 放在床頭架上的內衣吊牌 然後將吊牌捲成吸管 再用手遠遠的插入嘴裡 這樣就能透過吸管的長度順利吸到 手上杯子裡的水相當有創意啊 但水要留一點等等喝水 女主角就先把杯子跟吸管放回床頭架上 然後他就累的睡著了 他用了好幾小時才想到怎麼喝水 已經花光水有精力了所以他需要睡覺補充體力 但深夜他醒來時 卻看到房間角落出現了一個人 他仔細一看發現 喔還好不是壞人 是死神嘛 他覺得自己可能快死了 連幻覺都出現了才看到死神 所以女主角趕快閉上眼睛 電視電影都說閉上眼睛在張開後 就看不到幻覺了 但女主角閉上眼睛後 竟然就想起以下這些他小時候的畫面 可能是人死前的人生跑馬燈吧 他想到他12歲那年 他爸把他帶到河邊看日食看一看 他爸爸就把他抱到腿上的 開始背著他打手槍 事後女主角爸爸還把女主角抓到小房間 跟他說這是我們永遠的小秘密喔 說出去對你沒好處的 你媽媽不會相信你的 之後女主角爸爸經常找機會 偷吃他其他女兒跟女主角豆腐 重點是女主角發現他媽應該早就知道 自己老公是個變態 可是卻都當做沒看到 不曉得在耍什麼智障 大概是怕別人知道他老公是變態後會笑他吧 忽然女主角就睡醒的發現天亮了耶 他剛閉眼後不小心閉到睡著 真的是吼 他差點都以為自己是豬了 怎麼一直在睡啊 而且睡太久 手背手銬懸吊在柱子上 都血液不循環的組織快壞死了 還好他即時醒來 所以只是抽筋一下而已 但女主角仍然是不曉得現在該怎麼辦 他就這樣一直不知所措的又睡著 一直睡到中午被跑來的大魔王偷咬了一下 才嚇醒害大魔王也嚇一跳 想說靠腰這食物不是已經死了嗎 原來還會動喔 討厭那我等等再來 接著女主角坐在床上 思考很久到底要不要使用最後一招 但再不用的話 他就真的沒體力用了 於是他用右手拿起床頭架上的杯子 然後竟然沒喝水的直接把杯子打破 取得玻璃碎片再選了一塊 最尖的先插在床頭架的木板上 再拿手掌去給玻璃割 將手掌切裂 然後趁著手上都是血很滑的時候 強行將手掌 從手銬中拔出來弄得手都爛了 這段太噁心幫你們打馬賽克 把右手解脫後 女主角趕快起身 將床推向右邊放手機的櫃子上 然後用腳將手機夾過來 卻發現手機沒電 畢竟都過兩天惹 這不曉得是哪個廢物牌手機 一下就沒電了 害他只好將床拉向左邊 再用他那隻爛掉的手 拿起櫃子上的手銬鑰匙 解開左手的手銬 並且趁失血過多錢 趕快拿櫃子裡的醫療用品 包扎右手傷口 然後打算趕快開車去醫院找人求救 結果他又體力不支的昏倒了 可是不怕 人只要昏倒就等於在睡覺 睡了覺就等於能恢復體力應該吧 至少女主角是這樣的 所以他睡到深夜就又醒來 然後趕快拿了車鑰匙 要走出房子 結果又看到死神 嚇著他把自己的結婚戒指拿下來 送給死神 跟他說別帶我去陰間 我還想活啊 但接著女主角就出來開車上路 但開一開他就又體力不支的睡著 然後出車禍死了 不 才不會死好嗎 女主角只會昏迷而已 剛剛就說昏迷等於在睡覺 睡了覺就等於有體力 所以女主角就又有體力的醒來了 然後發現附近民宅的路人 正敢來救他 所以他就放心的又累婚了 之後女主角雖然被救來醫院治療 康復男主角死亡的視野 找警方處理了 但他從此之後 深夜都會做噩夢 夢到死神 帶著手銬跟戒指 要來抓他去陰間了 但幾個月後 女主角忽然看到新聞說 有個專門闖墳墓 挖屍體來性侵 性侵完後 再把屍體吃掉的變態男 被警方抓了 而這個變態男竟然 長得跟死神一模一樣耶 於是女主角就在變態男 被抓來法庭判刑時 跑來查看 然後確認了此人 真的就是他被靠在床上 看到的幻覺死神 也就是說 他根本不是看到幻覺 是看到了變態男在偷窺他 想等他死掉後 性侵他吃他而已 而且平常深夜還跑來他家 趁他睡覺偷看他 而女主角得知真相後 雖然覺得劇情很奇葩 但至少他以後 不會再夢到死神要來抓他了 然後故事就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 你可以出門去買手銬 先回來將自己 靠在床上練習如何無損逃生 這樣哪天真的被靠在床上時 才知道該怎麼辦 位於要籌謀啊 咳咳